国际讯息来看到北韩先前预告 六月将要发射军事间谍卫星 引起了南韩跟日本的警戒 而北韩疑似在今天的清晨发射的弹道飞弹 让日本冲绳县政府在当地时间 清晨六点半左右发布了全国警报系统 呼吁民众到建筑物内或者是地下避难 来看现场画面 南韩也报道了 这则的新闻 南韩军方证实 北韩清晨发射了一枚太空卫星 但是南韩跟日本一度担心 北韩又发射飞弹 因此分别发出了紧急避难通知 南韩军方指出 北韩飞行物未达到降落点 就从雷达上消失 疑似是发射失败 掉落到了南韩周边小岛的海域 而北韩随后证实发生的过程 发生了意外 而美军印太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 指控大陆解放军有一架殲16战机 上周在南海上空近距离的对美国军机 做出了不必要的挑衅巡违 而美方声明指出 事发在南海的国际空域 由于大陆殲16战机的干扰 迫使了美军RC-135侦察机 在机尾乱流中飞行 而路透社发布了影片当中 也可以看到这架的战机从美机的美机机头前掠过 导致了美方的RC-135侦察机 在乱流中摇晃一番 而针对美国政府对台5亿美元武器军援 是已经实施 首批交付的毒刺便析式防空导弹 已经运到了台湾 而对此的国务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 美国打台湾牌是在害台 是在会台 美国售台武器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我们坚决反对 美方调整加快对台售武的动向再度证明 美国打台湾牌企图把台湾打造成豪猪 实质是在毁台害台 把台湾同胞当成炮灰 绝不是为了台湾同胞好 民进党当局顽固医美谋独 只会把台湾推入兵凶战危的禁定